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澳洲生活,我是Amy 今天我分享一道甜粽,红豆,红枣粽子 中叶不沾米的秘密,做法简单,一学就会 这是我新买的粽叶,这是新鲜的粽叶 这一包粽叶大概有50张 一共有两个这么多,一共可以包50个粽子 它这个价格要比干的粽叶贵一倍,12澳元 这个粽叶我放了一点盐,浸泡了半个小时 正面反面都要清洗干净 粽叶不沾米的方法就是水里面放猪油 再撒点苏打粉,为了防止粽叶开裂 多加点水盖煮中叶 大火焖煮三分钟 粽叶已经软了 烫满三分钟以后就把它撩出来 放在凉水里面 放在凉水里面 你要放在凉水里面 油,我要放两勺椰子油 烧烧的椰子油握放味 椰子油大概40秒就化了 然后把它倒入糯米当中 这样棕叶就不会粘米了 这刀放一点白砂糖 这样它的口味更加有一点点甜味 看这个小饺子 这个小饺子包好了 跟大家说一下如何辨别 哪个是正面和反面 有一个非常容易被辨别的方法 你看这个就是正面光滑的一面 你翻过来 你看 这就是反面 毛的一面 我们怎么看呢 就看中间这根筋 你看这根筋 它是隐隐约约 看的不是太清楚的就是正面 你翻过来一看 你看它这根筋非常明显 这就是反面 好 这样就可以辨别正反面 这样很快就能辨别真反面了 好 这是正面 这根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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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把它 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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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一招 多出来的 一招 一招 向边上 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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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边上 两卷 一招 三招 好 这根筋 这样还不行啊 还要在这个地方 在这地方还要饶圈保鲜 跟米粒 然后留一个长一点的馅 到时候可以五个粽子扎在一起 红豆枣子终于包完了 一共包了43个 好了 马上就可以放锅里蒸了 新买了一个不锈钢锅子 本来想煮整鸡的 看看这个43个粽子能不能放得下 开了 这里面放的是红豆 红豆蒸一下到时候做红豆沙 看真好满满一锅子的粽子 大约放了35个 水必须要盖锅粽子 而且里面还不能放太多 因为米会散开的 所以放了两个锅子一起煮 煮四个小时 粽子终于煮好了 迫不及待打开来看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糯米有没有粘粽叶 好你们看吧 粽叶看上去很干净 一点都没有粘米 接下来我们切开来看一下 品尝一下 味道香甜暖糯 味道好极了 感谢您观看到最后收获也最多 我们下车视频再见 再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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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